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路上都已经知晓了吗 都已经说过了 那你二人就给我好好的查 看看幕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小人在作祟 敢问今日一案的物证现在何处 陈大人请看 张大人也看看 白鹿纸 普通信件尺寸 凯体字迹 陈在来的路上已越了欲如意上所和内容的踏板 的确与此心内容无异 张大人的意思是 这东西在谁的手里 谁就与逆党有关 未必 物证如此明晰 还只是未必 张大人是何居心呢 与逆党有关之事本就错综复杂 律力有言 无证不罪 单偏一张纸 尚不能定罪 还需查清原委 方能断言 张大人果然是个职臣呢 那是自然 敢问此物 是何人 何时 从何处搜来 是咱家以娘娘之命在宫中清查 今夜鸭正一刻 自阳指差 将选宁房间抄检而出 房中很大 我问的是何处 是夹在书案上的一本书中 藏得十分隐秘 若非仔细翻找 恐怕是难以发现哪 什么书 这个 哦 回大人的话 小的 不大实的字 就记得那书皮上有四个字 只认得一个 画字 书呢 没一并抄来 问你呢 这 是围炉诗画 臣女的案上只放了这一本书 且在黄公公带人来搜查前一个时辰 刚刚读过 案上其余都是些笔墨纸验 是已记得清楚 娘娘 臣关这位姑娘脸色不对 可否恩准她先起身 臣知空审问一半 她就晕厥过去 会耽误案情的 只怕她不把我这泰安店 掀了都是好的 你起来吧 是 不是 现在 5 6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